車友的問題請願意 我的車到底是什麼傳動系統 哪個又比較好 較常見的傳動系統有三種 皮帶傳動 鏈條傳動 左傳動 簡單定義一下這三種傳動系統 皮帶傳動系統是 傳動系統帶動皮帶 使動力轉向到後輪 讓車子前進 鏈條傳動系統是 齒輪向帶動前尺 再藉由鏈條帶動我們的後尺 左傳動系統是 使用一根傳動軸類似汽車 將引擎的動力帶動到後續都輪 整個系統封閉式的 全部的傳動軸都是浸泡在油裡面 所以我們詢問說哪個系統比較好 我們有列出幾個他們的特性 就由你們自己來判斷決定囉 皮帶傳動噪音小 價格比鏈條便宜 傳動效率比鏈條慢比軸傳動快 使用壽命比鏈條還要短 保養成本比鏈條便宜 試用車種速可達大洋車系 鏈條傳動效率最快 噪音比皮帶大 價格比皮帶高 使用壽命介於軸傳動 以及皮帶傳動之間 保養成本略高 主要時間成本 由於我們鏈條系統 暴露在於外面 灰塵砂石的累積 所以我們需要定時的 保養清潔上游 試用車種 一般常見於擋車 GOKOLO2 軸傳動呢 傳動效率 慢噪音小 價格呢 最貴 使用壽命最長 因為是封閉式的 不會受外部髒污砂石 影響保養成本 第一 試用車種 BMW R9T 最近 燒到這台 你最喜歡哪一個傳動系統 對於這三個系統 有不同間結的網友歡迎 底下留言討論 MING 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